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泰国华新的老徐 今天我们来华新的土地局 来了解一些关于土地方面的问题 后续我会跟大家说 先看看这个土地局吧 这里露的小景观还是不错的 有雕塑的小孩 还有那个坐着的椅子 这有一把太阳伞 这边还有个小鱼池 这鱼池里有没有鱼啊 一般他们这种小池子里都会有鱼 我们再往前走走 小棉芽 小风车 哎呀太逗了 他们这土地局知道是土地局 不知道有个游儿园呢 这还有一个新型的一个门 用三角煤做的 往前走有一个小的咖啡店 泰国是个地儿就有小的咖啡店 这里也不例外了 这个是土地局的入口 一会我们进去 这一个外国哥哥和泰外 每个地儿都有个四面佛 这个咖啡店的门口还有一棵挺粗的树 绿植打得还不错 这里就是土地局的里面 绿色跟银行差不多 这里面是可以拍照的 这是个咨询台 下面有一个简易的门号机 这是各个工作人员的照片 现在咱们的办公机构插播 这是来办公的老外朋友 我们和副舞台说 我们要来咨询一些事情 完了他们这边工作人员 还是很热情的 把他们领到了里面 他们去咨询了 我就在这儿拍一拍就好 带着 带着